礼仪都是用来拘束别人的,哼,都是黑心肠的,要说和以前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大概是蓝湛懂得,体贴也懂得尊重,魏英从蓝湛身上看到了不少改变,之前在云梦她总是活得卑微,明知道于夫人不喜欢她,也总是忍气吞声,想着可能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可在云深她什么都不需要做,没人会对她挑三拣四。 先都夫人这个称谓带给她的是别人的尊重,这是她从未享受过的,之前和蓝湛对着肝也因为蓝湛对她不尊重,如今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改变,没想到结果让人焕然一新,从现在开始,她会好好和蓝湛生活,要像父母一样恩爱,蓝湛,我想去一趟莲花屋,去那里做什么,蓝湛放下手里的笔墨, 把人拉过来坐在腿上,说实话,她不想卫英再踏进那个地方一步,当初她没有对莲花屋下手只是担心卫英会伤心,毕竟那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父母的遗物还在那里,我只是想去拿回来,这你不用担心,我会派人去,我想亲自去,顺便和江叔叔好好道别, 察觉到蓝湛蓝脸有点黑,卫英靠在对方肩上蹭了蹭,这是她要撒娇的前兆,蓝湛也不挑明,就等着她软软地求自己,蓝湛叫夫君,好夫君,好了好了,依你,蓝湛从来都抵抗不了卫英的撒娇,只要卫英声音软一点,她魂都没了,我亲自陪你去, 好,卫英在蓝湛脸上亲了一下,结果被按着亲了好久,卫英红着脸抽身跑了,一出门就撞到秋明,跑什么,有人追你啊,后面有禽兽,秋明看着蓝湛,低头笑了一下,这孩子,怎么惹线线了,害她跑那么急,没什么,就是想多亲亲她,成了亲还这么猴急,差这一会嘛,你不懂,对了君父,你来找我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就是你们成亲也一个多月了,有要孩子的想法吗?有过,但是顺其自然,我都听线线的,说实话,秋明很欣慰,因为蓝湛真的有在改变,按以前的性子肯定是要逼迫人的,现在却懂得听卫英的想法,真是不开窍,则已,一开窍,简直是个大情圣,我也没什么意见,就是随口一说, 因为我看线线挺喜欢小孩的,要是有个自己的也不用羡慕挨摇了,嗯,我们会考虑的,其实蓝湛还是想过几年再摇,毕竟她现在和卫英正在热恋中,两个人都还相处不够,哪有多余的精力带小孩? 毕竟之前帮着带侄子的时候卫英一心在宝宝身上,根本不管自己,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卫英还会理她吗?答案肯定是不会,晚上,卫英照就被压在床上,结束的时候浑身都是汗,四肢软得动不了,蓝湛抱着人去清洗, 卫英的手指在蓝湛胸口,触拳缩了一下,低着头,看不清情绪,但蓝湛还是敏锐地察觉到她的不高兴,卫英被放进温水里,一直低着头,可手又搭在自己脖子上不愿松开,蓝湛低头亲了亲卫英,怎么了宝贝?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弄在里面?你说过,我会是个好爹爹的,可是从成亲以来,你一直这样,我还怎么怀啊,我只是不想你受罪,骗人,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你知道我多渴望有个宝宝吗?属于我们的宝宝,卫英很伤心,成亲前蓝湛还说得信誓旦旦,可成亲后就变了,好了宝贝,我的错,那你会改吗? 改,马上改,要不,再来一次,然后,在里面好不好,明天好吗?现在我没力气了,哈哈,好都听夫人的,真可爱,蓝湛点了点卫英的鼻尖,宠溺的亲了会采洗干净包好去了床上,看来这个宝宝非要不可了,不然卫英可要闹脾气了,蓝湛亲自带着人去了趟莲花屋,时隔这么久,再次踏足, 卫英突然释然了,这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承载着幼时与父母的温馨时光,从蹒跚学步到鸦鸦学语,尽管后来不尽人意,可这里始终是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卫英驻足了,一会才拉着蓝湛走进去,江丰眠看到卫英的时候,还是眼酸了,他虽收留了卫英,却也没让他过上什么好日子,他自知有愧,如今是仙都夫人了, 有仙都护着以后怕是没人敢给他委屈受了,或许这是件好事,阿线,你肯回来就好,江叔叔,这些年多谢您照顾,哪里,我这个叔叔也当得不好,愧对长泽了,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卫英很感谢, 与紫渊一声不吭,可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厌恶,卫英不想和他计较,他这次来只是拿走父母的遗物,不想挑起事端,可与紫渊咽不下这口气,他枪卫英枪习惯了,刚想开口,就看到卫英身后的仙都正用一种冰冷的可以杀死人的眼神看着他,后背突然一凉,道口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脸色难看极了, 他痛恨卫英找了这么大一个靠山,看着卫英从容地从他面前走过,于紫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于紫渊,想保住云梦就把嘴给我闭好了,否则,后果自负,蓝湛用只有两个人听到的语气告诫于紫渊,看到人脸色铁青才满意地追上去跟着卫英,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大厅里的桌子已经倒地,一个家仆之子 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住嘴,这些年了还不肯消停吗?消停 我就是恨他,跟他娘一样长了张狐媚脸,处处勾引人,你闭嘴,于紫渊 上一辈的恩怨,你何苦要埋怨一个孩子?怎么,你终于肯承认上一辈的恩怨了?你要是没有那见不得人的心思,我又怎会痛恨这么久? 你以为你能护着他,没成想人家转眼就爬上仙都的床,哪里还看得上你的儿子?如果你敢在阿县面前多嘴,我饶不了你,怎么,你也敢威胁我了? 你有胆子了江峰眠,前厅还在争吵,魏英却拉着蓝湛给他说以前的旧事 蓝湛冲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默默听着属于魏英以往的童年趣事 原来小时候的魏英很调皮,也很会撒娇,会因为自己犯了,错而缠着娘亲求原谅,会发脾气爬到树上,等父亲把人哄好了才啃下来 那么鲜活美好的人啊,今后由他守护了 魏英父母是叶列时候不在了的,所以只有一个衣冠中,魏英缓缓跪下 蓝湛也跟着跪下握住魏英的手,也算是见长辈了 蓝湛,我父母以前很恩爱的,我一直很羡慕,我们也会很恩爱,我在爹娘面前启示 蓝湛,谢谢你,曾经我以为你是拉我下深渊的罪魁祸首,却没想到你是引我入光明的救赎 魏英拿了父母给他做的小玩意离开了,这也是他在江家唯一剩下的东西 在码头的时候遇到了江城,应该说他是专门等在那里的 魏无限,我们聊聊,好 蓝湛握紧了魏英的手,他不会放任魏英和江城单独在一起 没事,我一会就回来 魏英没有走远,就选择在蓝湛能看得到他的地方,还远远地对着人笑了笑 安抚暴躁边缘的先都大人,江城看着魏英对别人笑的样子 脸色灰败下来 当初他和魏英的关系一度很好,很喜欢这个长得漂亮的小弟弟 他也真心地想要照顾魏英,可渐渐地 母亲一直在说一些不好的话,导致他也迷失了自我 变得像母亲一样面目可憎 对魏英不再有好脸色,甚至在婚后一直冷落 直到那天晚上看到那样的魏英,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后悔 江城,你过得好吗? 先都他对你好吧? 怎么这样问,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我们很好,可他心机深沉,我怕他骗你 骗我的人多了去了,可爱我的人很少 先都就是一个,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 我只是怕你以后受伤害 如果他欺负你了你可以来找我 找你 曾经我把你当兄长,后来当丈夫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下人对我无理你不管 于夫人对我言语侮辱你也不管 我要以什么身份再赶来找你 对不起,以前的一切都不必再提 以后我和莲花物在吴瓜阁 江叔叔那里我也说清楚了 告辞